Hello 大家好 上个星期我们学到这个 Chapter 7 Coordinate Geometry的 Learning Outcome 3 所以那时候我们学到什么呢 How to find the coordinates of the point 就是如何找出一个点的 coordinates 然后那个点是 把一条线分成两个部分的 然后它们有一定的对比 比如说M对N 所以那时候我们 已经学会找这个 比如说这个R的 coordinates R这个是叫XY吗 我们学会如何找X 如何找Y 然后那时候我教过你们什么就是 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 记得一定要把那些 Coordinates列写在一排 写在一起啦 同一排 然后那个Ratially你就写在另外一边 明白吗 就不要全部挤在下面那边 你的Ratially就写在上面咯 所以那时候我们学到Formula是 如果要找 如果要找这个X 你就需要用这个Formula M乘X2加N乘X1除M加N 就是你拿你的这个M ratio的M 乘X2加这个小N乘X1 当你要找X 你只是关注于那个X吧 不要去看Y 明白吗 MX2加MX1 然后除以什么呢 除以总共的部分M加N 可以吗 所以你只需要做 把你的M拿下来 把你的加N拿下来 这样子 这样子而已 这样子而已 这个就是你的X coordinate 对于这个R这个点的X coordinate 这样子 如果你想要找Y 一定要这种Formula R过虎XY的 清楚吗 OK 那时候我们已经学了 Example5跟6 OK 这样我们来看Example7 等等 我adjust一下 OK 我们来看Example7 the point C one negative one internally divides the line segment joining point A and B in the ratio 3 to 2 find the coordinates of point B 你要找B的 coordinates OK so 首先C把谁分开呢 C把一条线分开 那条线是连接A跟B的 所以你的这个A跟B就是尾端 明白吗 他们是尾端来的 然后 这个C类是他们的那个 之间 那个角 之间的那个 coordinate 来的 OK C把A跟B分开 然后 Ratio是3对2 3 这个3是在讲着 A C OK A C有三个部分 这个2是在讲着 B C B C有两个部分 意思是说等下我们的 A C是比较长的 3个部分 B C是比较短的 2个部分 so 现在你要找B 意思是说 最后是 最后是这种format B过红 X都要完 OK 那么我讲过你要 画出来对不对 E跟-E跟 还有这个-2跟-2 虽然A跟B是尾端 虽然你不知道B是什么 因为B就是你要找 但是至少你知道A这个尾端 其中一个尾端 然后你也知道C 那个-1 -1 之间的那个coordinate 你知道 你只是不懂得这个尾端了 所以你就把你知道东西画出来 OK 就是-2跟-2 还有-1跟-1怎么画 所以你就看到-2跟-1 A-1 谁比较小-2 -2 在-2 左边-1 在-2 右边 然后2比较小来 也是-1 比较小-1 比较小 小就是在下面 这个2 就是在上面 所以从这里我们发现到 原来A是在左边的上面 左边的上面 C是在右边的下面 所以也就是讲 A-C是下去的 对啊 A-C是下去的 这个是我们的A-2 2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C E-1 对啊 -2 2 然后E-1 A-C 那么你要明白C是什么 C是他们之间嘛 所以也就是讲B一定会是在更加下面 明白没有 所以你们千万不要画错 不要画在上面 知道吗 不要画在上面 这个是错的 OK 应该是在下面 因为C是在之间 所以我们就加长它咯 问题是要加多长 你要加多长 你要看后来 A-C几个部分 3个部分 V-C有2个部分 你说B到C比较广 你这个A-C比较长 所以你就画短一点 OK 这个是我的B 那么因为B是我们要找的 我们可以叫它叫做X-Y 明白吗 我们可以叫做X-Y 之后我们这个3跟2 我们就可以去其他区了 3 2 OK 然后如果你还不熟悉 你可以画箭头 明白吗 画箭头的意思是什么 画箭头的意思是 乘的意思 就是如果你要找X 你要找X跟Y也好啦 你就是要用X OK 只是这次有点点不一样 跟上次A-C不不一样 因为上次A-C都是找 找这个中间的嘛 OK 找那个中间的X-Y嘛 问题是你现在是在找这个围端 所以你们要明白Pormenor是不会改变的 就是 之前我们是说什么那个 那个之前 那个 之间的coordinate 之间的X-Coordinate 就是E E 之间的X-Coordinate 是E E等于什么呢 3乘这个加2乘这个对不对 除以总共的部分嘛 就是 3乘X加2乘-2 除以3加2 等于E 但是在这里我建议是E写在右边 这个 右边的写在左边 明白意思吗 因为我觉得会比较整齐 你要找X不是 所以我们会写3乘X加2乘-2 除以3加2等于E 明白没有 这个是三个星期的 明白吗 这个是三个星期的 三个星期我们写这个的嘛 不然我带回去给你们看 那 当时你要找这个X还记得吗 X就是在找这个之间那个X嘛 你将X等于什么 之间的X等于 4乘4加1乘-1 除以4加1嘛 你要找Y也是一样 你就会讲4乘1加1乘-3 除4加1嘛 所以你要的时候你是要找的东西 我都会放左边的 明白吗 那是因为你要找这个X 你要找这个Y 对不对 所以你要找东西我会放这边 会放左边 ok 然后现在我们要找的 其实那个X是在尾端的 所以我们要怎样子做 我们就讲到3乘X一样了 公表人有变 3乘X加2乘-2 除以3加2等于之间的那个X 听懂吗 我只是调转罢了 ok我只是调转这个 调转而已 听懂没有 然后因为要找东西在左边 会比较整齐一点点 好 这样我们要怎样找X呢 嗯 你就 simplify咯 这个是以前空话空中间的嘛 除5等于1 3X-4等于5 等候3X等于9 所以X等于3 ok这个是你的X coordinate 然后你要找Y怎么样呢 这个B的XY coordinate 是这样找一样的 3乘Y 用Ratio乘3乘你的Y 加你这个2的Ratio 2乘2 知道吗 2乘2 除3加2等于-1 所以你会拿到3Y加4 除5等于-1 ok 然后带下来 所以3Y加4等于-5 3Y等于-9 因此Y等于-3 所以你拿到X跟Y了 对不对 你就要讲总结咯 你的B就是叫做3跟-3 B过后3都要-3 这样子吧 ok 这样我们要检查一下3-3 对不对 所以上个星期我有教你们 这样检查对不对 3跟-3 这样检查 所以我们就关注一下 那个X的差别咯 X的Coordinate 就是-2跟1的差别 还有1跟3的差别 就是两段的差别 -2跟1 还有1跟3 所以我们看X先拿 就是-2跟1 谁比较大 1比较大 用大减小的 1-2等于3 然后至于这个3-1 3-1是2 所以你会注意到上面那一段除以下面那一段是3和2 也就是这个3和2 明白吗 代表着你的3是逻辑的 可以不可以 这样如果是在讲Y的类 Y就是有2-1-3 同样的 2跟-1差别 大的减小 2-1是3 这个容易 然后-1比较大 -3比较小 -1-3 你会拿到2 所以你会看到他们的对比也是3对2 上面那段除以下面那段也是3和2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做一个总结 就是3和-3是对的答案 明白吗 所以这种题目我们可以conform100%对的 明白没有 所以这些formular你们要使用对了不要做错 记得我讲的话 这些3就是抽下来 这个加2你拿下来 这个3拿下来 加2你拿下来 这样子吧 ok 然后你能写得到了这两个 代下去 就是这些都是缝完缝度的东西来的 这样找x找1找完 可以吗 最后答案 方法已经教你们怎样子做 然后答案也教你们怎样子检查 可以conform100%对 可以吗 这个是exemple7 这样我们来看exemple8 ok我们来看exemple8 the coordinates of the coordinates of the point G and H are5,4 and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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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g的 coordinates 是叫54 然后h是叫1-2 或许我们可以写下来先 因为上面那个是题目指 我们这个是答案指 G50 还有H1 第二号减2 我们把这两个写下来 这样第一排可以不用看 If the point M 2,3,5 3,5 P lies on the strength line GH File the ratio GM,MH 什么意思呢 现在是跟你讲 M Lies on就是 Teleta Lies on the strength line Lies on the strength line 这个M这个点内 在GH那条线上 然后他问你 请问Ratio是什么 GM对MH的Ratio是什么 所以你看到这个题目 我有特定的技巧来教你们 有一个特别的技巧来教你们 就是如何找出GM对MH的那个对比 现在他讲M在那条线上 意思是说 在他们之间的意思 顺便告诉你他是在之间的意思 所以M是在之间 这两个 呃 这两个是尾端来的 明白吗 尾端来的 OK尾端 所以现在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找Ratio 所以在那之前 你要画出来先 你要画出来先 OK 所以我们最肯定的是G跟H 我们能画G跟H出来吗 只是 所以我们先决定下位置 5跟E啦 谁在左边谁在右边 E在左边 5在右边吗 然后-2跟4 -2在下面 4在上面 所以我们就可以画了咯 所以我们就可以画了咯 呃 H会是在左边下面 G会是在右边的上面 所以我们就可以画出来 它是一条上去的线 OK 这个是我们的 H 1-2 这个是我们的 G 5 4 OK 这两个是confirm了吗 这样M怎么办 M 2 2又3本5都号B 我们是不知道B是什么 不过我们肯定的是2 2又3本5那一个东西 我们知道那个X coordinate吗 所以其实你们要有一个common sense就是 2又3本5是什么 你们按计算机2又3本5是什么 小数点 2又3本5其实是2.6来的 所以你要画的时候哦 我要你们画对东西 你觉得X coordinate 2.6啦 这个H是1 G是5嘛 现在M肯定是在我们之间嘛 这样你觉得M会比较靠近H 还是靠近G呢 你觉得会靠近哪个呢 你先不要去想Rathe先 我们先想2.6 都号B啊 会是在哪里 这条线在哪里 所以我这边有好几个选择 有1 就是这里一个 两个 中间 这里 你觉得是哪一个呢 觉得是哪一个 4个点是哪一个 所以如果是我 所以如果是我 我会选择 第二个啦 因为比较 讲讲啊 2.6吧 2.6跟1 差别是多少 差别是1.6吗 然后5跟2.6差别是什么 2.4吗 所以意思说 4个点里面呢 如果说 你的那个M一定会靠近H的 因为它的差别比较小 这个差别比较大 5跟2.6差别比较大 它们的X coordinate差别比较大 然后放那个点A是靠近 靠近那个H的 明白吗 那个点是靠近H的 所以我会放这里 不是中间啊 也它只是 因为它的差别不一样嘛 一个是小 一个是1.6 一个是2.4 小的意思是说 它比较靠近H 大是说它比较远离那个G 所以我们就Label下来 这是M M什么 2 3分5 5 3 5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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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叫M对N so你又注意到老师的coordinates 写一排 NN写一排 ok 然后GM,MH是M对N 你要看到来 GM是M MH是N 之后我们可以这么 画镜头 画镜头 清楚吗 好 现在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你知道吗 我们既然叫GM 写一号MH是M对N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等下我们最后的目标是哪这样 因为我们一拿到这样的format M toN的format 我们一定可以拿到写一号 明白吗 我们的目标是拿到M toN 每次人家讲Ratio GM对MH 就是其实你的目标是找 GM per MH 只是我们借用一个名字 就把GM叫做小M MH叫做小N 会比较方便我们 只要你拿到M per N 你就能拿到M 划号N 明白吗 你的目标是拿到M划号N吗 你就先拿到除先 M除N 所以现在这样子做 所以这边要有一点小充力 就是说 你看啊 你本身这边已经有两个 两个那个variable了了 两个pomboriova 那么你尽量不要再看到有第三个variable 所以等下我们内 会注重于 X coordinate 因为 X coordinate 三个点而取权 明白吗 如果你是用Y就麻烦 因为Y会有这个 Y有这个b存在 用4用b用-2 你会有那个b 所以你会有NMP 明白吗 如果你用Y就会有三个variable 那个是在找麻烦 所以如果你要让自己简单 你用X 因为X只会遇到N的N两个位置数吧 明白吗 所以用X来做 所以相信我试试看 就是 M乘1 像平常这样子交叉乘 你变到一个左边右边就对了 M乘1 加N乘5 除以什么呢 M加N 对不对 你把你的这个N 这个拿下来 这个加N 拿下来 进去吧 so 除M加N等于什么呢 等于中间 等于那个之间的那个X 进去表 M乘1加N乘5 除M加N等于2又3个5 ok so我们乘了会拿到什么呢 M加5N 除M加N等于13和5 对于M变加分数会比较好 ok这样很多人坐到这边他会放弃 你不要放弃 不要看到因为有M跟N你就怕 没什么的 然后这个就是用你普通数学的技巧 就是左边右边你可以用交叉乘 给他编一排 因为两排很不好看 5 5过5 5M加5N等于13 过5M加N 你变成一排先 然后做你的做的事情简化它 5M加25N等于13M加13N 过后我们就搬来搬去这样子咯 过去我可以把这个移过去 然后这个N移过来左边搬过来左边 所以我们会是什么情况 25N-13N 13M-5M ok 然后我们就会拿到 12N等于8M 对吧 然后交换左边右边 为什么我要交换左边右边 你不要忘记你的目标 你的目标是找M per N 因为你拿到N per N就可以找M 冒号N了吗 N per N 所以要怎样找N per N 所以我教你一招 你把这个N 把这个N移过来 然后你把这个Bub 把这个Bub移过去 所以会是什么结果 因为Bub这个是乘嘛 这个也是乘嘛 所以你把N移过来就是M的下面 M per N 你把Bub移过去 因为原本是乘呢 把Bub移过去就是除12 per 8 所以你们看到吗 M per N是12 per 8 如果你不确定 你可以交换乘回去的 Bub乘N就是8M N乘12就是12M 所以代表你对了 ok so M per N 已经拿到了 不过你要简化它 除4 除4 ok 拿到了这样 那你要变成mode M 冒号的咯 M冒号是3对2 你拿到3对2 就是M 所以你一开始讲什么 你讲GM MH是M对M吗 既然你拿到M对M 是3对2 你就会讲GM MH是3对2 明白吗 就最后我们再写这个总结啦 GM对MH是3对2 明白吗 因为我们终于找到MN了 是3对2 ok 那你可以检查回去 看logic不logic啦 3对2 明白吗 就是这里是3 这里是2 ok 总之你看看的最后答案 就是跟关系到你的第一排 因为你的第一排是讲 你继续用GMMH是M对M吗 你一找到MN哦 其实你找到GMMH好的 ok 所以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检查3 3对2看对不对 好 看我们讲什么呢 GM比较长 MH比较短 你看 真的是吗 3对2 3比较长 2比较短 看到吗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检查一下 我们可以在旁边same up 在这里same up 我们就是看那个x的差别咯 5跟2.6 还有2.6跟1的差别 清楚吗 same up 所以是5-2.6 就是2.4 2.6-1 就是1.6 所以你拿上面那段除下面那段就是2.4 除1.6哦 所以是多少 你会看到3和2 代表什么 代表对 因为我们讲我们的对比是3对2 啊 代表你的对了咯 听着吗 所以这样就结束了 这个是A 我们已经找到GM NH 记得要写GMH 看我们只是借用NN罢了 这样可以找B了吗 Find the value of B 可以找了是不是 不是因为你已经有那个Ratio了吗 3对2吗是不是 所以你要找B怎么样 那个B是在 之间的差别是不是 所以你要找东西你就写在左边 那个之间的等于什么呢 来 2乘 2乘4 加3乘1 对不对 2乘4 3乘1 看Y罢了 知道吗 看这些Y罢了 4B-2罢了 OK 哦 这样意思说我这边有写错了 对 3乘1 还是3乘2 3乘2 不是3乘1 对啊 所以要很小心 2乘4 3乘2 可以吗 然后下面就是copy罢了 2拿下来 加3拿下来 OK 然后这边你可以啊 计算机 8-6 就是2 2乘5 对不对 2乘5 所以你拿到答案2乘5了 你要检查也是可以的 现在你的这个是2乘5吗 你看4跟2乘5的差别 这个可以不用写啊 这个是same file了 你就会看到4个2乘5的差别 拿来检看 18-5 那如果是2乘5跟-2呢 2乘5-2 小心哦是减哦 2乘5加2是多少呢 12乘5 所以你用上面那段 除以下面那段 看是什么情况 1.5也就是3本2 所以看到吗 它ratio是3本2是对的 所以代表着你的那个比是2本5是对的 看到没有 所以整题我们可以conform100%是对的 明白吗 没有问题的 ok 好 那么第8题完了 我们来看第9题 ok YZ是5对2 为什么是XY 因为它先讲X 这个是先 这个是后吗 它是先讲X XY是5 然后YZ是2 两个部分 然后现在三个coordinate也给你了 你就画出来咯 问题是这三个要怎么样画 因为都不懂它们是什么价值 所以如果不懂 没关系 你就大概画罢了这个情况 只要合理的 就OK了 就大概大概画咯 3M2M 然后画错没关系 因为这个没有讲对跟错的 因为我们三个都不了解 所以你会注意到 我XY画比较长 因为5个部分 然后这个YZ比较短 两个部分 然后你要画镜头也是可以的 OK 它讲什么 M index of M Express M index of M 你就照做 就是你先focus在X里面 X的你做一次 Y的等下你做的一次 明白吗 试试看 5乘 5乘 B加2乘 3M 除5加2等于 之间的那个M M index of M 总之你focus在X就好了 这个 然后你做下去 做下去 然后你减换啦 我们做下去看 就是5B加6M除7等于M 5B加6M等于7M 这样我们把6M翻过去 会比较好 M等于5B M等于5B 好 这个你放这一号 为什么我要M在左边里 因为其实它有给我们提示 M index of M means that M等于多少个M 所以我们这里一号列是告诉我们M等于5B 也就是讲 只要等下我们在想办法 想办法去找那个B 只要你能知道B是多少个N哦 你填进去这个B的位置 这样你就拿到M在左边 M在右边 明白吗 so我们接下来的任务是 想办法去找B等于多个N ok 通过用Y 这一次我们会用Y 这个2B N 2N 所以我们要只做5乘 来5乘2B 加2乘2N 除5加2等于N 然后我们就可以 就是简化了 10B加4N sorry这个是N了 10B加4N除7等于N 我们把那个4N移过去变3N 看到吗 我们可以接摸B等于3和10N 这个是2号 所以你看到我把B等于3和10N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把2号换进去1号 因为它目标是M in terms of online 所以你可以讲 substitute 2 into 1 B等于3和10N你填进去 就是M等于5过5 3和10N 这样子 所以M等于到越减到5和10 M等于3和2N OK M等于3和2N M等于3和2N 这个就是M in terms of N OK 这样子而已 听说吧 所以你要勇敢的大反应做 你可以 就是X你focus完 你做完X你拿到M等于5B 你先grade这个M在 左边 明白吗 然后你问你自己要怎样消除掉B 因为你不想看到右边有B 你想要看到什么 你想要看到N 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 你一定要想办法得到一样这样的东西 OK 就是B等于多少个N这个东西 明白吗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B等于3和10N 拿到了吗 就是放进去这个B的位置 这样你就能找到那个M左边 N就在右边 明白吗 好这个是第九题 那么我们休息一下 等下我们再学下一个Learning outcome OK 好现在我们来看Learning outcome 4 Calculate the area of a triangle or a quadrilateral when given is coordinates of vertices 什么意思呢 就是题目会告诉你 呃一个形状的 它的每一个脚的coordinates OK Coordinates of vertices就是说 它的脚每一个脚的coordinates都会给你 所以我们这边我们要讨论的是两个形状 一个是triangle 一个是coordinator triangle是三角形 我们会 学找三角形的面积 还有找四角形的面积 coordinator是四角形 CCN8 明白吗 马来文是叫CCN8 这样你就可能会好奇 为什么三角形的formular还要学呢 OK 三角形的面积不是已经学过了吗 所以这里是要表达的是比较特别是 因为有coordinates OK 以前我们都是要什么呢 好像一个三角形 以前我们三角形都是这样算的呢 等等啊 以前三角形我们都是要有底跟高的那个长度对不对 所以比如说底好像是6cm 高是3cm 我们要算三角形面积我们写什么呢 Area of triangle 等于1分之1乘底乘高对不对 2分之1乘6乘3 所以我们就会拿到答案哦 9cm2对不对 所以但是今天呢 我们不讨论底跟高 我们讨论的是coordinates of purposes 就是说题目 题目会给你每一个角的coordinates OK 三角形的 它三个角嘛对不对 每一个角它都会给你的coordinates 然后还要你去找Area of triangle 明白吗 所以它会给你啦 全部coordinates都会给你 OK 但是你们要明白 以前我们的三角形我们用以前的formula 就是2分基层底层高 你一定要确保什么知道吗 底跟高 底跟高之间是90度 明白吗 以前你用2分基层底层高的 你的底跟高的那个 呃长度里都必须要是90度的它们之间 你才能使用这个2分基层底层高 那么今天呢 你学这个formula 是什么情况都可以用的 就算你的形状是奇奇怪怪的 OK 比如说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形状 可能它不是等摇啦 所以如果说你要算这个ABC的那个 ABC的面积 OK 只要今天只要你有 它的三个角 你就能找到了 只要你有三个角的那个coordinates A 你就有办法找到它的那个面积了 明白吗 所以我要教你们是这个东西 不一定要什么 你不用去找底跟高 你只是要有三个点的coordinates OK 这个是在讲三角形啦 所以我这边要和你们讲它formula If triangle ABC is formed by the points A B and C then the area of triangle ABC is OK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有一个三角形 它是用这三个点来完成的 A是叫XEYE B是叫X2Y2 C是叫X3Y3 只要你有 你的三角形是三个点嘛 只要这三个点齐全内 XEYE就是第一个点 X2Y2是第二个点 X3Y3是第三个点 只要这三个点的coordinates齐全内 那么其实你就可以找三角形那边记表 你不用管它是不是90度 那个底跟高是不是90度不用 你只要用这个formula 这个是Sync的formula OK 所以这个formula怎样使用你看 2分之1 首先你写等于2分之1 然后有这两条线 这两条线就是你chapter1的时候有选的modulus 这个是modulus来的 OK 然后里面是怎样写呢 OK 你记得要顺着持续咯 如果你是先写好像 你是顺着持续咯 你用你这样就写A 写完A 然后就写B 写完B就写C 所以你看到是怎样写 X1Y1 打直写 X1Y1 接下来是X2Y2 你写X2Y2 接下来是X3Y3 你就写X3Y3 OK 然后当你写完了三个点对不对 三角形只有三个点嘛 所以你写了三行对吗 记得最后一行很重要 最后一行这个第四行哦 重复 OK 重复第一行 第四行跟第一行是一样的 明白吗 第四行跟第一行是一样的 你重复就对了 OK 重 重复 清楚我意思吗 重复 OK 总之是你用什么开始 你用A开始 你就 你记得你用A开始 最后 就会回到A 清楚我意思吗 如果你是 当然你要用B开始也可以的 如果你用B 你这样子哦 写B先 有些人他要用B 然后C 然后A 最后就B咯 总之是最后跟开始是一样的 明白也是吗 你顺着那个诗句走啦 通常我会跟着题目啦 他记得加ABC 我都会先写A 过后B 之后C 然后再回复到那个A 你出吗 这样写了之后有什么用呢 是这样子的 当你们拿到NOS的时候 你们加这些箭头下去 OK 加这样的箭头下去 我先画箭头先 OK 所以老师要画这些箭头是哪里做什么呢 一般上来讲箭头都是成的意思 OK 成的意思 所以 这个要讲子座 当你写完了这个 你要写下去吗 接下去要讲子座 我看啊 你等于我带下来这边 因为我怕不够位置 我写这边 等于1分之1 Modulus造潮 然后你开过虎 OK 你开过虎 OK 第一个过虎里面填的东西是这样子的 第一个过虎是 就是 你看蓝色箭头先 蓝色是下来的那个箭头 看到吗 就是 X1乘Y2 X1 Y2 明白啊 你先不用怕 X1Y2是什么 他们只是号码罢了吗 只是这个题目 他要跟你讲Formula是什么 之后 他会给你的题目都是号码的 而这样 X1Y1都是很像 2 6啊 3 4啊 这样子的 不会看到X1Y2的 现在我们在讨论Formula 我们就会用这个 In general的Formula X1乘Y2 我写了是不是 加下一配 你这边有三个蓝色箭头吗 你就三配加起来 X2 Y3 加 X3 Y1 听说没有 三个蓝色箭头之间是加的 他们来加起来 所以你开这个大过虎咯 然后 简要 OK 简是一定要的 这个简你要记得要写 这个是简 可以吗 简 简什么呢 简下一个大过虎 所以你会看到Modules里面有两个过虎 所以简什么呢 简掉青色的过虎 所以青色有什么呢 青色三个箭头对不对 X2Y1 你要讲Y1乘X2也可以 X2乘Y1也可以 总之是两个乘起来就对了 所以我会先写X1 X2Y1 写这边 X2Y1加 X3Y2 加 X1Y3 OK 所以你Modulus记得要管咯 你会开你就要会管 清楚我意思吗 所以Modulus里面会有两个过虎 所以你就这样子写了过后 你就按计算机咯 X1乘Y2 X2乘Y3 X3乘1 这些都是号码的嘛 你可以按计算计算 带下去就能拿到答案 OK 所以可能刚开始你会觉得比较复杂 但是你做久了之后 这个就很简单了 明白吗 你们要记得 是下去的箭头 先先写下去的箭头 清楚吗 这个 是蓝色的箭头 就是下去的 箭头 下去的箭头 全部加起来 OK 简调 上去的箭头 清楚我意思吗 这些都是上去 青色的都是上去对不对 上去的箭头 可以吗 就是 只要你有那三个coordinates 你填进去这个formular 然后你就跟着那个箭头这样子写 OK 下去的 简调上去的 然后你就能拿到答案了 听清楚吗 等一下我们再看example 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OK 总之你记得formular是 他 XEYE跟 你的第一排是第一行用XEYE 最后一行也是XEYE 可以吗 三角形是这样子找的 那么四角形内是怎样子 四角形是怎样子呢 它还是三角形 现在你是 就是 就是有四角形是用ABCD来组成的 所以你有A 你有B 有C 有D 这样你要找Area怎样 Area of the coordinator ABCD is 是这样 这个是它的formular 所以你发现 其实它跟三角形是大同小异 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你看啊 二分之一有二分之一的 二分之一 modulus 然后看你用什么开始 如果你用A开始XEYE 下一个就是XEYE XE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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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发现到有 有五行 OK 会有五行 明白吗 会有五行 如果你看它是三角形的 三个角额 你会发现到会有 四行 清楚吗 斜法会有四行 这个只是五行不了 所以你要找面积一样咯 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是 下去镜头 看这边有几片 一片 两片 三片 四片 有四个 拉着镜头 是下去的 上去也会有四个 所以你要算area 也是一样跟刚才一样的 我直接看写 二分之一 来 下去的镜头 XE YE OK so x1 y2 了 好 我们要这么加下一片咯 下一片是什么 x2 y3 然后 x3 y4 然后 还有一个是 x4 y1 所以你会 里面会有四片 剪掉下四片 OK 剪掉下四片 所以剩下就是青色镜头咯 y1 x2 你可以写成 x2 y1 加 x3 y2 加 x2 y3 加 x1 y4 可以吗 然后关Modulus 之后我们会这两个大过后都用计算计算 然后 带下去就能找到了 找到四角形的那个面积了 所以以前你们四角形就是好像长方形 正方形的长成块包的姿势 然后这个是不管你是什么奇奇怪怪形状也可以 只要是四角形哦 你这样子放下去 就能找到了 如果说今天是这样子的 嗯 这样子的 可能先拿 这样子 OK 可能它不是一个 这个不是一个tropigium 它不是一个tropigium 所以其实如果你不是一个tropigium哦 你有四个点啊 如果你有四个点的coordinate 其实你就可以用这个formular去帮你找面积了 清楚我也是吗 OK 总之就是记得是下去的键头 剪掉上去的键头 OK 然后记得有Modulus 可以吗 好 所以你们要明白这个Modulus是有什么用途的 Modulus有什么用途我们来看一下extra information in the area of 这个 你们看这个二号弦 第二个text弦 就是这个 Modulus notation is used to overcome the problem of the unsung negative sign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有可能 这个 ok 有可能啊 你的这个过骨哦 剪掉这个过骨哦 会拿到negative的号码 有可能会拿到negative的号码 所以打个比方就是你用计算机按了可能你会拿到像Modulus-18 ok 这个剪掉这个你会拿到negative18 所以你要明白Modulus的用途是把它变成positive 为什么要变positive 因为你找面积嘛 面积一定要positive嘛 所以你就要变成18 减18可以变成18 这就是Modulus的用途 所以最后你就可以找到那个形状的面积了 9unit square 清楚吗 to overcome the problem of the answer negative sign ok 然后这边顺便跟你讲买第一个text 第一个text是什么呢 if the area of triangle abc is zero 如果你用那个上面的formular 那个三条形formular ok area of triangle abc 你用这个formular 2分级 modular什么呢 你算到 如果你算到是0啦 如果你算到那个area是0啦 你就会可能会觉得奇怪 诶 怎么会拿到0呢 很奇怪 面积怎么会是0 有一个情况就是 其实那三个点的points abc are collinear ok 如果abc是collinear 会导致到area是0 collinear的意思是指 lie on a same straight line 什么意思 就是说abc这三个点内根本就是在同条纸线上 明白吗 就是可能 它给你的coordinate 其实它是一条线根本就不是一个三条形 只是因为你用三条形的formular的面积 算到发现是0 发现到是0就是说它不是根本其实不是三条形 只是它是在同条纸线上 所以collinear这个词类是来代替这些字 line on a same straight line 有六个字对不对 你懒多写你可以用这个collinear来代表 ok 马来文我相信你们看过 马来文是叫sergaris ok sergaris就是在同条线上 没有看过的你们可以自己写下来sergaris 可以吗 所以这边要表达这个很重要 area是0的话代表那三个点是collinear 明白没有 但是反过来讲也是对的 明白吗 这个你们自己做信心的很重要 就是说area是0代表collinear 或者是反过来讲 如果题目跟你讲那三个点是collinear的 你也要明白是area是0 明白吗 只要是collinear代表着那个三条形的面积是0 因为其实它根本就不是三条形 只是因为你要借用三条形的formular 所以你必须要写area or triangle等于0 然后之后你就可以用这个formular来帮你带 明白吗 二分之一modulus 这个xey 这些来帮你带下去去找一些资料 总之area0collinear collinear就是代表他们是area是0的 明白 好讲完了这个 这个也是很重要 这两个东西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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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用在关键的一些情况 关键的情况很重要 怎么样讲关键力 就是迟早你会遇到一些情况 你必须要用到这两个东西 可能不是在这个lesson 可能是在下个lesson才会用到 ok so我这里写什么呢 if the coordinates of the vertices are arranged in anti-clockwise order then the answer of the area inside modules notation is positive 什么意思 就假设你有一个三角形 你有一个三角形 A B C 假设你这个是叫x1 y1 x2 y2 x3 y3 你注意到它是什么情况 假设你算area 你算area 你是用 你是用什么呢 2分之1什么 对不对 真的啦 你们算area 是不是1分之1 modulus x1 y1 x2 y2 x3 y3 就是 之后你再回到x1 对不对 所以你注意到吧 你的modulus modulus里面填的东西 是什么样的情况 你之前填第一 才填第二 填了第二 才填第三 之后来填一 你是用这样的次序 对不对 你是用这样的次序 对不对 这是顺时对吗 你是顺时对不对 如果是顺时的话 是第二个情况 clockwise order 如果你是clockwise order 代表着什么呢 area inside modulus notation is negative 什么意思 如果你是 填跟着那个顺时走完 填在那个formula里面的话 等下你就会看到什么 你知道吗 你就会看到 你就会看到里面是 negative的答案 ok negative的答案 modulus里面会有 negative的答案 ok 然后modulus 就是会把你把你这个东西 把你这个东西变成positive 清楚啊 如果你是顺时是第二个情况 clockwise order if the coordinate of vertices are arranged in clockwise order 就是顺时 你的modulus里面是怎样排的 顺时的话 你就会拿到negative 可是如果你是逆时的话呢 ok 逆时的话 逆时的话 这个我就用蓝色了 如果你的modulus是用这样子的 逆时的话呢 逆时的意思是指你的modulus是这样子填的 modulus你这样子填 2分之1过5 modulus 然后 你是这样子填 x1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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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3y3 然后 x2y2 然后x1y1 假设你是用这样的次去走acba acba acba 也是可以的 明白也是吗 acba也是可以 如果你是用那个情况的话呢 你会发现到哦 你的那个里面呢 怎么会自动这样子的 ok 如果是逆时的话呢 你会发现到 the area the answer of the area inside modulus notation is positive 就是说你会发现到 modulus里面的答案是positive的 逆时 你就会看到里面positive 它是特别一点的 倒反的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里面是positive 但是你的modulus 没关系啦 modulus positive 你仍然会打到positive吗 ok 明白吗 so你们要明白 如果 瞬时 你的modulus里面是瞬时排 你会看到negative 如果你是逆时排的 你就会看到positive 逆时反而会拿到positive 清楚吗 这两个资料 会用在关键的时候 现在你可能还暂时用不到 因为可能等下我们只是用这两个formular area 用这formular来算的啦 没有什么特别 ok你们记得啊 这两个关键下一次可能 会用到的 然后接下来 sometimes we need to use the basic formula to complete the area of triangle 就是有时候我们要算三条心里面几例 我们可以用这个最基本的formular area等于2分之1乘倍乘high 这个是底 这个是高 另外2分之1乘底乘高 刚才我已经跟你们讲了啊 是不是 这个formular有时候会用到的 但是一般上来讲我们都会用到这个 清楚吗 用coordinates来找的 2分之1modulus这个 比较常用 ok 好 这个是关于论你要看for 找area 现在我来看第10 ok 我们来看第10 Calculate the area of triangle ABC with the vertices A13 V51 C67 首先你把那三个coordinates写下来先 A13 V51 C67 ok 写下来了之后 你就记得 三条心理formular是什么 area of triangle ABC 先写下来你的主题 然后你才写等于 等于你要写下面也可以 你要写这个旁边 右边也可以 看到没有 so formula是什么 1分之1 modulus 来 你就是把这些 135167打直写 1 3 5 1 6 7 可以吗 然后记得重复 第一个coordinates 你第一个用E3 你最后一个就要用E3 重复就对了 之后呢如果你不习惯 你可以画键头 ok 这个是下去的 然后上去的 ok 然后我们就 1分之1 modulus 过虎 ok 我们先填那个蓝色镜头先 1 过虎1 加5 过虎7 加6 过虎3 可以吗 这是前面三个蓝色镜头 剪掉 青色镜头 3 乘5 你要5乘3 也可以 加1乘6 加7乘1 可以吗 总之是 前面的那个过虎剪掉后面过虎就对了 然后之后呢你可以用你的calculator按下这个前面的第一个过虎 1乘1加这个加这个是多少 所以你会算到是54 减来这是多少呢 这个是28 可以吗 所以就是1分之1 modulus 26 1分之1 modulus26 你还是会拿到26 把它改成过虎就可以了 所以2分之1乘26 会拿到13unit square 可以吗 13unit square 所以各位你们有注意到吗 这个 modulus的里面咯 这个东西是 positive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还有讲过什么呢 如果你的modulus呢 modulus啊 里面是positive的话 ok 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你的那个三角形的那个次序 你是用着逆时的 x1y1 x2y3 x2y2 逆时的 如果你拿到negative modulus里面有negative a 意思是你是顺时的 ok如果不相信你可以 画出来 现在答案是有了的 只是老师要给你们证明给你们看 它的确是逆时的 你才会拿到那个 呃 positive modulus里面有positive 所以我们试试看啦 a1 3啊 a1 3我大概在这边 然后b515 5e是在下面一点点 右边 然后67 67很高 ok 所以我把它连接起来 ok 所以现在哦 现在你的这个是你的a1 3 一个是你的b5e 一个是c67 对不对 所以你注意下 你开天 mod135e 167134 你是什么次序 你是逆时的次序 看到吗 你是逆时的次序 ok 你的135e 167134 用逆时的次序 如果今天你不是用逆时 你是用 顺时的话呢 顺时可能就是说 你这样子做 ok 如果你是这样子的 这个就是顺时 就是你填 一三 六七 五一 一三 就是你是二分之一 一三 六七 五一 一三 如果是顺时的话 你会看到什么呢 等下你算到里面你 会看到negative的 你不会看到 你不会看到这个26positive 你可能会看到negative26 明白是吗 这个是我的意思 所以这题 可能你觉得不重要 就是说这个顺时 逆时不重要 因为你的重点是拿到那个答案是13unit square嘛 对不对 所以暂时没有什么重要 只是要告诉你 如果 你拿到modulus里面positive 意思是说 你的那 modulus里面的排法 其实是逆时的 你才会拿positive 明白没有 画出来已经证明给你看了吗 ok 这个是exemple ok 让我们来看exemple 11 跟刚才一样 Calculate the area of coordinator DUVW 只是它是四角形罢了 你要算这个 等下这个作为主题等于什么咯 ok 然后你有四个脚 有D 有VU 有V 有W 你不用管它顺时例词 你只要算先 ok 用它的formular 所以我们把coordinate写下来 D4-2 13 U4 10 12 V 23 W -14 解写 解写 你便写 Area of quadilateral T T U V W 等于1 2分之1 Modulus 来这些东西我们听下去 -2 13 10 12 2 3 -14 10 记得四角形会有几行 5行 第一行跟最后一行是重复的 明白吗 之后这个箭头你要不要写你喜欢啦 如果你还不习惯你可以放简 就是下去的 然后上去的 ok 所以现在我们记得是下去的剪掉上去啊 所以我们会写等于1 2分之1 Modulus 来 -2 过5 12 加 10 过5 3 加2 过5 4 加-10 过5 13 这个formula很强 因为它不管是什么四角形都能找 就算你下次有五角形就会有六行咯 就这样不了 所以它很强是什么 只要有continents啊 不管你是怎样的四角形你都能找 ok 所以我们就13x10 10x13也可以 加12x2 3x-10 4x-2 所以做完了记得这么放你的那个Modulus ok 在这边 好 现在你的任务这么只需要按Calculator 1分之1 Modulus 写下面一点 2分之1 Modulus ok来这个是什么算里面的东西 减2x-2x12 加10x3 加2x4 加-10x13 好 builder 你会拿到 有三刀抽 products 大购物里面的东西 so你会拿到116 positiv116 so你会看到是什么呢 减116再减116 你按照相机是多少 减116 减116 是减232 所以你们看到啊 这个东西是modulus里面哦 是negative的 代表着你的那个排法 你这些 tuvw的排法哦 你的tuvw 这个是低啊的吗 tuvw低吗 其实你看到这个类 其实代表着 negative的话代表着什么 你其实是顺时的 明白吗 其实是顺时的 如果negative negative就是顺时咯 so现在你modulus就把它变成positive 因为你在找的是面积嘛 2分之1过虎 232 就这样不了 然后 乘2分之1是啰 你会拿到116 unit square 最后你怎样也会变positive 只是要表达你看negative 代表着你的排法是顺序的 清楚吗 你可以试试看画出来像他有参加星这样的画出来 明白哦 ok 这个是第11题 ok 这样我们来看第12题 find the values of A if the points P,Q and R are collinear 什么意思 它是跟你讲 如果P,Q,R是 collinear collinear就是说在同一条线上 如果这三个点在同一条线上 请问A是什么 所以Venues means that 最后你可能会拿到这样的结果 会有两个A 听清楚吗 所以既然我还讲过 如果这三个点是collinear 同一条线上 你就要讲什么 你就要讲它们的三条形的面积是0 因为其实它们不是三条形 根本就不是三条形 它们是在同一条线上 明白哦 所以我现在先把它的coordinate写下来 这个是9和2 so如果是collinear 你就写A of Triangle BQR等于0 你就当着它是三条形 明白哦 因为假设它是三条形 它的面积是0的话 其实它就是一条线来的 0 因为不管你是多小三条形 都会有面积吗 可是如果你是一条线 你根本就不会有面积了 明白哦 所以三条形面积是0 你大下去 左边右边大下去 所以你就想回去哦 三条形面积是多二分之一 来跟着次去走 216A 3A92 216A 3A92 这个是9来的啊 这个是9来的啊 9和2 然后重复21 等于0 之后你可以画箭头 OK OK 所以我们做下去 左边做下去 二分之一 Modulus 来 2乘A 加6过弧 9和2 加3A乘1 减掉 1乘6 A乘3A 92乘2 Modulus 等于 等于多少 等于0 OK 等于0 之后呢 你再做下去咯 二分之一 Modulus 来 里面你做整齐 2A加3A就是 5A 这个6乘9和20 多少 27 OK 这个你简化的 6加 3A 2 加9 对啊 Modulus 等于0 之后你再继续简化 那个里面的东西咯 二分之一 5A 加2 7 减6 减3A 2 减9 等于0 OK 然后这个时候 其实这个二分之一 你可以 可以把它移过去右边咯 OK 就是二分之一乘嘛 你把这个除二 除二移过去 变成乘2 所以0乘2哦 也是0 明白 老师把这个2 移过去那边 变成0乘2吗 这个1 你不用移的 因为1乘什么 也是什么嘛 所以Modulus 里面有什么呢 减3A 2 先写先 加5A 然后27-6-9是多少 你会拿到12 OK 之后咧 我们就 什么 第一课我们学过了吗 Modulus 一个东西等于0 我们可以这么 可以把这个Modulus 移过去 右边变成 加减0 之后原因是什么 还记得吗 因为 里面的价值 Modulus里面的价值 有可能是0 有可能是减0 但是因为它是0 加减0也是0 明白吗 如果是加减1 你就要分成一个是1 一个是减1 OK 0的话就造成0 过后 因为A2前面是negative 我把它们全部移去右边 变成positive 3A2 减5A 减12 等于0 目标 就是为了 方便我们factorize 所以到了这一步 你可以按计算机来factorize 来按一下是多少 所以你会拿到3A减3 然后下一个是 3A加4 然后就这样你可以找到你的A咯 A减3等于0 和3A加4等于0 因此A等于3 和A等于减4% so就是说你的A会有两个答案 已经预测到的 so你看到吗 你要用好的开头 你一看到colineal 你要看到那个colineal 就是用这个来开头 这个是好的开头 为什么讲好的开头 因为它是一个左右的东西 只有你的开头是左右 才能做么 才能帮你达到这种目标 A等于3 这个也是左右 看到吗 只有你的第一排做得好 你的最后一排 就可以轻松的拿到这两个答案 明白没有 所以现在你的3跟减4的3要讲检查 如果要检查怎么办 你要放在哪里呢 其实你可以放在 你可以放在这一排咯 你放在这一排 把你的A放进来这个里面 左边 然后看看是不是能拿0 如果是就代表你对 你们可以自己检查好吗 这个A A3哦 填在这个A里面 看看左边的价值跟0一样吗 然后减4%的话 去看至0 OK 字的话代表你这两个答案是对的 可以啊 总之这里要灌输你们是 要用对的东西来开头 所以你会注意到 老师的formular是在第几排时间的 formular 是在 第二排 因为老师用的是这种左右的东西 两边在做事情的东西 formular是在第二排的 不像刚才哦 exemple11例 是这种 这种是一排的 一排的 因为你 假设你等于是写在旁边的话 写在这个右边的话 你这是右边在做事情吗 明白吗 这种是先写formular 老师这个例 是先写 area0 然后带去 可以啊 这个是exemple12 然后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进 第13 好 现在我们来看exemple13 triangleABC has the vertices A B &C 所以三条形 这三个coordinate 它都已经给你 然后ABC的coordinates 然后你要做什么 calculate the area of triangleABC 好 这个题目跟 刚才的exemple是一样的 对不对 你要找面积就要用什么呢 二分之一 某modulus的formular 对不对 所以我们首先 我们先把它的那三个 呃 把它的那三个formular 把那三个点写下来 A是34 然后B是5 5-3 然后C是73 OK 写完了之后 我们就会答AE的题目 所以我们写Area of triangle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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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什么呢 等于1 2分之1 OK 我们就把这些coordinate写在里面包咯 跟刚才一样 34 然后5-3 然后73 然后34 可以吗 这个等于你要写在右边 你可以要写在下面也可以 时候这些箭头看你自己 如果你还不熟悉 你可以画先咯 箭头的意思是乘 可以吗 乘 OK 所以现在我们要这样子做 带下去了 等于 120 modulus 过湖 所以在这个过湖里面会有什么呢 3乘 减3 3 过湖 减3 加 5 过湖 3 加 7 过湖 4 然后关起来 减掉 另外一个过湖 4乘5 4 过湖 加 减3 过湖 7 加 3 乘3 之后你关过湖 关过湖 然后关掉那个modulus OK 然后你可以按计算机 计算这个前面这个部分是多少呢 3 3乘 减3 加5 乘3 加7 乘4 你会算到34 减掉这一边 OK 4乘5 加减3乘7 加3乘3 所以你会拿到8 然后modulus so 34 34减掉8 你会拿到多少呢 34减掉8 你会拿到26 OK 但是因为modulus 嘛 modulus 26 你还是一样会拿到26 所以把它改成过湖 26 最后再按计算机拿到 13unit square 这个就是你的area of triangle abc 那么如果你最后一排要写台的主题也是可以的 copy回去第一排的那个主题咯 so 三角形的面积是13unit square 然后 我再讲了一次 如果你看到modulus里面这个是positive的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你是antiqualize 意思说 如果你把这些coordinates 你把这些coordinates哦 画出来哦 这个abc a啦 你画出来 你会发现到它们是逆时的 就是antiqualize的 antiqualize的 你会发现到modulus里面是positive 明白吗 虽然这个不是很重要 不过之后在某一些关键的时候会用到 所以你的area是13 这个就这样简单 对吗 好 第二 find the distance of a b a跟b的距离 好 34 还有5-3 我先下来先 ok 所以这个是a2呢哦 a是34 b是5-3 你要找distantab这个不是前面一开始我们学的吗 所以你要找ab的距离就是什么呢 ab的你 square root x2-xe2 加y2-ye2 就是你们这一刻的第一个formula来的咯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xe1 y1 这个是我们的x2 y2 就填进去里面吧 所以我们会有什么呢 square root 5-3 square -3-4 square 所以你会拿到square root 这个你可以按calculator咯 2square你会拿到4 -7square你会拿到49 所以你会拿到square root53 ok 那么我讲过你的答案可以停留在square root53或者是小数点都可以 ok 所以这里你要继续写下去也是可以的 square root53是什么呢 你可以按 呃是7.28 7.28 units ab的距离是7.28units 可以吗 ok 接下来我们要看第2个b的部分 他讲什么呢 hence find the perpendicular distance from point c to ab 就是说 从c from c to ab 从c到ab 你要去 画出这个东西 这个是叫 90度的距离 perpendicular distance 你看到perpendicular就是burst的人这样 所以其实这两个字 以前你们有看过 就是加拉 加拉是距离 加拉 verserend 90度的距离什么叫做90度距离 所以我知道你很难想象到那个情况 所以你要画出来 你先把这三个点abc 画出来先再讲 明白吗 明白吗 画出来再讲 所以现在我们就根据这三个coordinate 画出来 嗯 这个part b我写在这边旁边啦 a a是叫3 4是吧 b是叫什么呢 b是叫5-3 c是7-3 所以现在你先把这三个点画出来先 ok 画出来 所以我们准备那个x-assist 还有那个y-assist 你可以用此来画会比较美 ok 这个是y 这个是x 然后34 34在哪里 34我大概大概是在这里 给34 然后 5-3呢 5 5是在3的右边吧 然后在下面5-3 大概大概是在这里 这是5-3 然后7-7-3 7-3就是在 5的右边大概是在这里 7-3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c 所以现在要把它 连接起来 把他连接起来 ok 三个点点接起来 所以这个三小型你会注意到 刚才你找area 的时候啊 还记得吗 你是ABCA的那个次序的 ABCA 它是一个什么次序 我讲回去啦 给你明白为什么 这个是什么次序 这是 逆 死 对不对 所以你会看到刚才 Modulus里面是positive是正常的 因为它是Anticorvice 听懂吗 不过现在重点是什么 现在是叫你做什么 Find the perpendicular distance from C to AB 从C 跨到AB 从C 跨到AB的那个距离 OK 而且那个距离是要90度的 就是 C到AB的那个距离 一定要跟AB90度 这样讲呢 OK 就是说你把这个C 跨过来AB 这里是90度 它的意思是这样子 这个叫做 这条红色叫做perpendicular distance 明白吗 从C到这个就叫perpendicular distance 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这样子做 我们可以当着那个 perpendicular distance 叫做H 可以吗 一个字母啦 你要换什么也可以 要换X也可以的 所以perpendicular distance是叫H H 你下面就要写咯 H就是我们要找的东西 因为它要你找perpendicular distance 所以我们讲 Let the perpendicular distance from c to ab 等于H 可以吗 我们就当着这一段就要做H咯 这样现在我们问题上怎样找H啦 OK 有什么办法吗 有什么办法可以帮我们找H吗 所以我这里要告诉你 一般上来讲 学生都会忘记掉一个东西了 就是 刚才 有叫你找那个 AB的距离 AB是7.28啊 你找到了其实你应该放在这个图案里面 OK 你放在这个图案里面 AB距离是7.28 对吗 7.28 你7.28是什么 H又是什么 所以其实你要明白一样事情就是 你注意一下这个perpendicular distance 其实这个AB 就是你的 底 三角形的底 H就是 高 可以吗 H其实是高来的 三角形的高因为高跟底是90度的嘛 这个就是所谓的高 明白吗 所以有关系到高跟底 这样你觉得会有关系到什么 当然 有关系到 你的这个area 你看来找到area是13不是浪费的 你的这个area 会重复使用 OK 你还算到是13吗 对不对 所以 That's why 我要跟你讲 其实 Part B 这个Part B 有关系到 Part A Part A的一号二号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你看到hands就是接下来 接下来意思是说 有关系到看在上面 这两个其中一个 或者是关系到这两个 明白了是吗 所以现在你要记得 每当你看到hands 就是 可能很大机会跟上面 这两个 有关系 明白了 所以现在其实你的area是13 对不对 你要明白 area 你重抄了一次 不要觉得 是浪费 其实是 好事来的 area等于13 这个是一个 左边右边来的 明白吗 左边右边这个东西 你带下去 其实就能帮 帮你去找这个hands 因为h 是你的高 7.28 是三角形的比 明白吗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做more 你知道吗 你就要用那个 我还 跟你讨论的 你的 outcome 有跟你们讲那个 extract information 就是 basic formula 三角形 最basic formula 是什么 二分之一 乘比乘高 乘base 乘hard 乘比乘高 那个你不能忘记 虽然刚才你已经 虽然你刚才已经什么了 已经学会 用coordinates来帮你找area 是不是 ok 找到13对吗 这样你知道三角形的面积是13 这样其实你就可以用 你的二分之一乘底层高 去帮你找h ok so你要明白三角形有两个formular 一 二分之一乘底层高 二就是刚才你选的 二分之一modulus 所以我们这里要写什么 二分之一乘 7.28 乘h 二分之一乘 7.28 乘h 等于 13 当然 如果刚才 刚才你的这个是停留在 Square of 53的 其实Square of 53会比较好 这个会比较好 明白吗 因为其实他会比较准确一点 这个 没有那么准 因为他是小数位的 没有那么准 明白吗 如果你是要准确的 你就用Square of 53 OK 就是说 我们这个部分 其实可以写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是用Square of 53的 我们可以写成 2分之1 乘 Square of 53 乘h 会比较好 等于13 清楚吗 方法是一样的 我只是把7.28 开成 Square of 53 好了 OK 这样子待下来 OK 这个 怎样找h 回到 2分之一乘7.28 是多少 3.64 h 等于 13 所以h是多少 13除3.64 3.57 units OK 如果你是这个 Square of 53 h 和2 等于 13 所以你要找h是什么 13乘2 sorry Square of 53 h 所以h是什么26 和Square of 53 答案是一样的 3.57 只是 有时候会有一点点的差别 OK有时候可能它是3.58的有可能的 so 你们要明白就是 我本身会比较prefer这个啦 OK 我会比较prefer这个方法 可以吗因为他比较 准确Square of 53 这个 可以啊 比起这个7.28 OK 所以如果你找到h43.57了吗对不对 你又讲咯最好我们再讲一次啦 the perpendicular distance from c to a b is the perpendicular distance from c to a b is 3.57 units OK这个是你的总结咯 可以吗 总之你们要明白 c to a b就是说 从 从那个c啊 从那个c 你画一个距离过去 90度的距离 画到那个a b c to a b嘛 从c画到a b 而且是90度了 OK 如果题目是这样 我改一下哈 如果题目是讲 from a to bc的话 你是讲话 a到bc你就这样子画了 从a 画一条90度的距离 他不一定是接到bc中间的 明白意思吗 就是说这个点不一定是bc中间 重点是这一条红色 跟bc是90度 这个就叫perpendicular distance from a to bc OK 然后如果说是题目改成这样子 这个是 a bc 如果题目是from b toac 你就要这样子的话 你就这样子的话 从b 跨过去那个 这边 然后确保是90度 这个就是你的perpendicular distance 清楚吗 OK 然后如果是from b to bc 你的perpendicular distance 是这样吗 所以其实它也算是你的高度 三角形的高度 然后变成什么了 变成 变成哦 a c 就是那个base来的 底 OK 你的h 就是你的 高 这个是你的高度 OK 这个h 是高度来的 这个在这个情况内谁是底 bc 是base bc是底 可以吗 所以每一个三角形的高跟低你要会自己分辨的 OK 所以看看我们是 这个c过来这个是高度 a b是你的底 所以底其实刚才已经找过的 底已经在找到7.28 OK OK 所以这题我其实要表达它已经是很简单的一个题目为什么 因为它其实是在带你 知道吗 它在带你 就是说 它叫你回答这个a1找面积 回答a2找distance 然后才叫你回答这个perpendicular distance嘛 然后如果题目今天内 如果说今天题目没有这个part a 假设没有part a 他直接问你还有没有hands 他直接叫你find theperpendicular distance fromc toab 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 你当然要做么 你要重复 刚才我打操了那个东西 就是第1步 去找area 可以通过用那个modulus document 找了area 去找 随便一个distance 看你画出来 你画出来吗 就是你画出来了 你自己决定 那你因为是c画过来这边嘛 所以你自然而然你要去找ab 你一定要去找ab作为年底distance ab 明白吗你不要让他去找cb啊 ac啊 你是要用ab的 听懂吗 然后找了这些你才能这么 才能像他这样子哦 找那个perpendicular distance 所以重点是 这种其实是蛮 容易了 因为他有在带你怎么做 明白吗 他也有给你提示hens 如果没有的话直接问你这个反的更加 那 明白哦 所以你们做过这种情况 有影响啦 如果有遇到 不用怕了 你想到要这个perpendicular distance 你可能要经过area 要经过distance 才能找他 可以吗 这个是example 你能赞吗 谢谢 �q 的 谢谢观看